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青少年领袖与C&D Global Humanity基金会创办人Cherry Chen 近日联合亚裔家长协会 核桃学区华裔家长会共同举办记者会 呼吁社区保护亚裔青少年不受歧视 出席当前记者会的有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前核桃市市长 核桃学区华裔家长协会创办人苏王秀兰 洛杉矶社区大学教委Mike Fong等民选官员及学区代表 在会上C&D基金会宣布 将与亚太家庭服务中心几位知名医生一起合作 保护并提供资源给有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和家庭 有很多地方 我可以告诉你 在国际上 但最主要是很感激烈 看到那些人都在一起 就像国家变成了 亚洲洲国家变成了 所有国家变成了 他们说 前核桃市市长 核桃学区华裔家长会创办人苏王秀兰 也在当天表示 希望呼吁广大的华裔父母和青少年 如果在社区或是学校被歧视或受到伤害 或者受到欺负 不要再做沉默的羔羊 要勇敢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希望我们亚裔 尤其我们中国人联合起来 两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来了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被重视 这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被重视的机会 所以请大家联合起来 把你的声音发出来 帮助我们青少年 让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据介绍CND世界人文基金会的宗旨 是要帮助提倡教育 全球化 社区服务 文化差异 贫困学生等 CND世界人文基金会 一直致力于筹款帮助社区 并曾在近期捐给洛杉矶郡 一百万医用手套给医生和护士 基金会还将捐赠23万只KN95口罩 给洛杉矶联合学区 以帮助学生和教师返校上课时 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凤凰卫视孙嘉义洛杉矶报道 凤凰卫视孙嘉义洛杉矶